关于李一峰嫖娼很多人在感叹 为什么不直接找个女朋友呢 老叔找个女朋友不香吗 好好找个女朋友谈谈恋爱不好吗 到了年龄有需求了 为什么不找个人结婚过日子呢 就不能找个人好好结婚吗 还真不能 大学课堂里面有个词叫欲职 解释出来就是指释放一个行为 所需要的最小刺激程度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人类 人的生理需求中 当刺激达到一定程度 就会产生突然的快乐 这个临界值就是欲职 我看了一篇文章 里面说欲职有三大特点 第一 欲职会随着快乐的刺激强度而提升 小的时候物质匮乏 吃一顿北京烤牙觉得很幸福 现在美食吃多了 北京烤牙还会觉得幸福吗 不会了 尤其现在物质已经过剩了 各种各样的美食我们都尝过了 当你才参加一些婚宴酒席 可能对于桌子上的鸡鸭鱼肉 已经没兴趣了 宴会中遇到的一些领导 吃的也是越来越素 我记得自己刚参加工作不久 陪着领导参加一次晚宴 一人一份小米聊生 最后大佬们都纷纷表示 自己减肥吃饱了 身为新人的我 一共吃了五碗 已经感受不到多么的兴奋了 这又引出了第二个特点 预值 身高 不可逆 人的预值一旦提高之后 几乎就不可能逆转回去 就像挤牙膏一样 当它被挤出来之后 就几乎不可能再挤回去 预值不可逆 当你曾经去过某个高端的速食馆之后 我对于其他普通速食餐厅的菜肴 并不会觉得有多么的特别 你会觉得无感 只有超过最好吃的那一次的刺激 才能让你感受到有趣和新鲜 人的预值就是这样 一旦提高 就不可能降回去 第三个特点 当你很容易达到预值时 大脑会不停地刺激你做这个事情 因为满足欲望是一件很舒服的事 舒服到你根本停不下来 上瘾 黄毒毒最明显了 我在澳门 酒店里有多少人 收不住手 再来一把 还有人不停地换女伴的呢 这个预值被打破所产生的兴奋 不停地刺激你 尝试再去做 了解预值这三个特点 再回看李一峰 上面说 为什么不找一个女朋友 为什么不找人结婚过日子呢 像李一峰这种人 她会安稳地找一个女朋友 好好过日子吗 不会的 因为多次嫖娼 她的性预值已经被提得很高很高 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小姐 她们的性服务和性技巧已经都达到了顶级和超级 她们会无限地发掘男人的兴奋点 从而来刺激男人 在性服务和性技巧这方面 一般的普通女人完全没有办法跟她们相提并论 一个男人只要享受过几次这样的性服务 基本上对普通的性生活就没啥兴趣了 所以嫖娼这种事就只有一次或者无数次 一旦尝试过人家那种高端技术 再体验普通情侣的那种 就会觉得索然无为 在这方面 李一峰的预值已经被抬得很高很高 还有一位弹琴的李某某也一样 就算她们真的可能找到一个女朋友安稳过日子 这个过程也很可能是假装演出来的 因为预值的特点 她长高之后不可逆 她能让人感到快乐 她才不停地刺激你去做 佛教创始人释迦摩尼曾经是一个超级富二代 但是无数的家产和宫女都已经无法满足她的欲望 即便找到最美丽的女子 对她来说那个编辑效益已经很低了 因为她是王子 一出生就获得了应有尽有的各种满足 导致她的预值高到普通人难以下降的程度 但凡是物质都无法使她快活 她开始追寻内心的境界 你看不到摸不到 但她自己内心很丰富 学校的院长 她一位学生学习很好 毕业之后就去了高盛这样的投行 她的家庭是普通那种 年纪轻轻 她就赚了很多钱 但是她没有犯过错 也没有任何违规的事情 就是凭借自己的高学历和本事在投行赚钱 所有地方看上去都很完美 但是当她离开忙碌的投行 开始从事别的行业的时候 状态情况就不一样了 她无法拿出在当年投行的热情和工作状态 工作变得没精打采 院长一语点破 有缺点 缺点就是投行的工作会很快的磨平她的热情 当她离开投行 其他的工作都会变得没有挑战性 即便有挑战性 回报也不急在投行 以前我根本不能理解 我想挣那么多钱有什么不好 吃到有的预知这个概念 那么最后 既然理解了预知 我们要好好地学会控制它 第一 好好珍惜自己的期望 不要过度地纵容自己 珍惜自己的伴侣 过度地纵容是不可逆的 一旦出现 它只会越来越多 第二 管理预知 你不管控它 它就会越长越高 会有恶性循环 不可逆 最后给你带来大祸患 第三 拒绝强刺激 但非常有害的东西 意味有句话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有很多的翻译版本 但是今天我的理解是 管理好自己的预知 让自己在正确的道路上 持续有欲望奋斗 这些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江浩克 还没有关注的点一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